前龙最没福气的黄贵妃 后,却开创了先例,将以亲王印象的生母静敏黄贵妃,迁葬到了锦陵地宫,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黄贵妃入葬地灵的记载,乾隆继位后更是立志图新,将三名黄贵妃葬入自己的地宫,其中一位可以说是最没有福气的黄贵妃,她就是哲敏黄贵妃。 哲敏黄贵妃来自傅茶室家族,一提到傅茶室,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孝贤皇后,诚然,孝贤皇后确实同样来自傅茶室,但她与哲敏黄贵妃并非是同一家族。 孝贤皇后来自傅茶室最显赫的沙季傅茶室一致,而哲敏黄贵妃一家,则是居巴巴里和罗舍邻村地方,所以,她与孝贤皇后只能算同一姓氏,并非同一家族。 而且,孝贤皇后与哲敏黄贵妃家是相差甚远,孝贤皇后是满洲乡,黄贵,祖生磊是高官,而哲敏黄贵妃一家,则是内务府郑黄贵的包衣下人。 清朝雍正年间,哲敏黄贵妃夏文称傅茶室参加内务府宫女选秀,被雍正帝看中,以使女的身份入世黄四子弘历,当时弘历还没有成婚,所以,傅茶室很有可能是对皇子进行启蒙教育的丫鬟,而她也是最有可能第一个与弘历发生关系的女人。 雍正五年七月,皇四子弘历与孝贤皇后在紫禁城的西二所崇华宫举行了婚礼,而当时的傅茶室已经怀有身孕,第二年,傅茶室给弘历生下了第一个孩子,取名为永皇。 令人想不到的是,弘历对傅茶室的宠爱并非昙花异现,三年后,傅茶室再次给弘历生下了一个女儿,皇次女。 她成为乾隆在前邸时期为数不多的,能够生育儿女的女人之一,另外两个是孝贤皇后和纯慧皇贵妃。 虽然傅茶室给弘历生下了长子女皇,但并没有被凭此被晋身为侧伏进。 雍正十二年,弘历的两个侧伏进的位子,分别被高氏惠贤皇贵妃和纳拉氏乾隆纪后占据,本来生育已经加剧了身体损耗。 如此以来,傅茶室的精神更加苦闷际遇,最终于雍正十三年七月病逝,中年大约在二十五岁左右。 仅过了一个多月,宝庆王红历便即位于太和殿,是位乾隆皇帝。 乾隆继位后并没有忘记这位自己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,先后将傅茶室追封为哲妃和哲免皇贵妃。 乾隆十七年,乾隆的御陵俊宫,乾隆将孝贤皇后,惠贤皇贵妃和哲敏皇贵妃同时葬入了帝宫。 虽然没有福气成为大清后宫主位,但哲敏皇贵妃在死后获得了应有的名反,并获得了与皇帝合葬的荣耀,权下有之的她,应该没有遗憾了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。